好的,同學,剛剛我們用argebra做好了這個數值滑桿ahk 然後呢,觀察它的ahk的變化關係 最後呢,我再總結一下,複習一下這樣的概念 如果有個y等於a括號x-h括號的平方加k呢 那現在我給你一個這樣的,這樣的函數,二次函數囉 它是體系,保護線呢 那我們就可以說,觀察一下 它跟原來y等於2s平方是怎麼移動呢 好,我們就知道,它是向左移嘛 因為現在h是-3,向左移 然後呢,是垂直呢,向下移動了5單位哦 因為在這裡,因為k是負的囉 至於它的開口呢,我們就要看這個2 因為它開口2是正的,所以開口朝上囉 然後再來,它的頂點坐標,就是這個h跟k 所以它就是-3,5啦 至於呢,它的對稱軸就是x等於-3 就是這個頂點的垂直線呢 所以,我們也有一個大部份 所以,我們可以看這個頂點 直接來看這個頂點